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警察 玉璃镇高辽一名雇主 载着岳母和外籍看护来到镇上看着拿药 没想到没有注意到后脚下车采买日用品的外籍看护 就自行开车离去 被放鸟的外籍看护惊慌失措之下 敲见一辆巡逻警车赶紧拦车求援 原警透过社区安全网查询 最后将外籍看护平安送回家中 原警开着警车执行巡逻情务 半路确见这名女子神色慌张招手蓝亭 原警即刻下车关切 只见女子仅以简单的中文 说出了老板不见的词句 惊恐慌张手足无措 原警赶紧安抚女子紧张的情绪 同时仔细理清现场状况 原来这名受雇的外籍看护 带着看雇的婆婆坐上雇主的车 到镇上陪并就医拿药 顺便采买日用品 不料雇主一时疏忽 忘了外籍看护而自行开车离去 被丢包的她 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看见巡逻警车立即蓝亭求助 虽然语言不通 不过原警人耐心聆听 也透过社区安全网群主 协巡成功将外籍看护 再送回雇主的家 终于让这一场美丽的错误 有了圆满的结果 雇主与外籍看护万分感激 也肯定预理警方 及时协助精准处理 专业又用心的为民服务 记者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道